HELLO KT粉絲團還有GOLF粉絲團的多位朋友大家早安 今天要跟大家做直播分享的車種呢是 GOLF 7.5代GTI 那今天的工作呢是要安裝KT Racing道路板的避震器 今天的車高的話呢前面大概一指半後面一指幅左右 那車高的話會微降 我們來看一下已經施工完成的部分 還有車主有做了一些基礎的一些改裝 這台是已經寫到2階的7.5代 7.5代2階的話大概馬力的話大概是400匹左右 原廠的話是大概220還是230 動力的話已經升級完畢了 那今天的工作呢就是要安裝KT道路板的避震器 前面的話我們先來介紹一下KT的那個上座的部份 上座的話KT道路板有附上座 它的上座是有附一個強化上座 上座的裡面的軸承呢是日本KOYO的軸承 那7代7.5代它把前面試蓋其實不用掀開 稍微從這個飾板稍微撐開之後 就能夠從這個地方調整到阻尼 順時針的話它就是變硬 逆時針呢就是變軟 那KT一共有30段的阻尼可以調整 等於是第一個調整還蠻方便的 那第二個呢很多的品牌呢都是需要沿用原廠上座 所以KT的話不用再拆原廠的上座來使用 我們就有附上座了 這個是上座的三顆螺絲 本來的上座的設計呢三顆螺絲的孔式母孔 那我們把它改成公孔之後呢 會比較好安裝 那也會附羅帽把它鎖附上去 這是KT鎖附的上座 那從這個地方呢就能調整到阻尼部分 以基帶來說還相當的方便 這個是前面上座的部分 那來看一下它前面筒生的彈簧還有行程的匹配 它的前面的部分的話 前面避震器 原廠來說其實它是不分左右邊的 它的左右邊的避震器是共用的 那前面的彈簧呢 KT道路板所配置的是160厚 公斤數的話是8.5公斤 然後它的統身配置的話 所以降到最低的弧度 大概可以輪胎跟葉子板剛好切齊 前面跟後面呢能降低的弧度都很大 那KT的工廠其實也有一台Golf 7代GTI 那車上配置的是 一樣是可調式的 可是它的彈簧機構呢 是把它改為氣壓式的 所以有開一樣的東西 很歡迎來試乘看看 那裡面填充的主名友呢 是義大利IP的主名友 這個油品的穩定度相當的高 它的油品呢 是從義大利一神筒進口的 並不是用來台灣在做火磚 因為它的油品的穩定度很棒 那義大利IP的主油封 裡面的油封呢 主油封的部分 所選用的是日本NOK的油封 所以它的穩定度很棒 那在離仔鑽 前腳管離仔鑽的固定部分的話 鏡頭移過來一點 它直接使用呢 原廠離仔鑽就可以了 不需要 不需要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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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改短的義仔串 所以它的在 使用上的話 還相當方便 這是前面的部分 前面的話 KT就是副總層了 不用再塞原廠的零件來使用 那我們來看一下 後面已經安裝好的部分 它的 這邊好像也很厲害 我們先來看 鎖後邊 鎖後 這台一樣是 這台是七點六怡 這個是七點六�onie 那动力的部分 我们就暂时等一下再做介绍 后面刹车的部分的话 也已经有改了双片式的加辣碟 后面的筒针呢 跟DNC它的悬吊系统是分开的 跟6代的固定方式不太一样 6代5代它的下支币的固定点 是在仰角后方 7代之后它固定在下支币这里 后面的话我们预计了 后面大概是会一指幅嘛 所以它调整的幅度呢 等一下是可以用原厂的这里 原厂在这里的话是可以做Camper的调整 一指幅的话还不需要上仰角调整器的 最后面的话我们堂皇的配置呢 是配置了200长6公斤 那它的上部的橡皮跟下部的橡皮 都要沿用原厂 因为这个调皇机做的话呢 它是要合原厂的橡皮 它的孔径是做刚刚好的 下镜的话呢 它的调皇的下内镜 尺寸是55mm 也是刚好合原厂的规格 所以这整个机构呢 都不是通用的 都是Golf车系专用的规格 那后面在安装上有一个特别特别的技巧 就是在筒身跟弹簧的匹配部分 它的筒身呢 车高的取决是在这里 我们把这个调整机构呢 把它调长之后 它的车高就会变高 把它调短 这两个银色的托板往上调 那整个机座变短之后呢 它的车高就变低 所以可以看到这里大概剩一指幅 那也就是说呢 这个机构弹簧跟光金术也好 都是专用的规格 所以我们把它的高度调整到最低的时候呢 刚好叶子板 225-4.18的轮胎呢 刚好叶子板是切齐的 所以这个全部呢 都是专用的规格 那在后面阻拟调整部分的话 那个Golf的话 它是有附一个要沿用原厂的上座 在上座的下方呢 在这个地方就直接能够做软硬的调整 一样是顺时针变硬 逆时针变软 所以阻拟调整的话呢 在这个地方 可是当我们车高降低之后呢 我们的手呢 是伸不进去的 因为距离变小 所以需要稍微把后面的车高呢 把它抬高之后 手指头才有办法伸进去调整阻拟的部分 这个是Golf7代的后面的悬吊介绍 我们来看一下前面的话 已经安装到一半 也顺便跟大家做一下介绍 直接我们过一下 它的前面的话 拆装呢 把阳脚卸下来 会比较容易做施工 它的前面阳脚 所以前面的话 比日系车在拆装的时候呢 会稍微耗时一点点 那刚刚说的 我们有附上座的部分 就是在这里 这里有附一个强化的上座 那这个里面的轴承呢 所使用的呢 就是日本口用的轴承 那其余部分的话 理载串刚刚有介绍 就直接沿用原厂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 它原厂的那个避震器的部分 原厂避震器的话 车途的话 大概使用大概 三到三万公里左右 这是后面的悬吊系统 后面的弹簧 在这里 它的上座后面上座的话 需要拆下来沿用 所以它的防绳套也好 馒头也好 KT就有附了 就不需要再使用了 那前面的话 前面的上座 还有上座的螺丝 这些的话 KT就有附 不需要再压缩弹簧 拆原厂的上座来沿用 所以直接就可以一整只直上了 在师傅安装的时候 也会比较方便一点点 这一套是道路版的避震器 然后轮胎的话 履先目前都还是维持原厂的规格 原厂的话 配置的 GTI配置的是 从7.1代 应该算是1516之后的话呢 就是配置了18吋的 那KT的台中工厂 也有实车呢 试乘车 也是一样7代的试乘车呢 可以让大家车友们来做试乘 如果对B10系有疑问的话呢 也可以跟我们的KT Racing的小编联络 哈喽 文琪 你好 文琪 文琪的话也是Golf的车友 Golf 6代的 对不对 熊妈琪的话是我们中序的经销商 如果有需要试乘的话呢 也可以跟我们的中序经销商联络 现在目前呢 只有剩下左前的安装 还有西部的尾条 那如果车友们有兴趣呢 需要等一下完工的照片呢 可以到我们的粉丝团 找我们的小编 那今天在Golf的那个粉丝团 还有我们自己KT的粉丝团做直播 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如果有问题呢不用客气 需要试乘的话呢 也欢迎跟我们联络 谢谢大家 拜拜